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Ada 台灣總統蔡英文說在4月初出訪中美洲時過境美國 並與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加利福利亞州會晤 同時獲邀在列根總統基金會企研究所和書館發表演講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3月8日說 嚴重關切蔡英文過境美國計劃 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要求澄清反對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台灣陸委會3月9日表示 中華民國總統出訪過境他國 從事國際交往 中共沒有立場表達不當言論 台灣總統過境美國的做法始於1994年 蔡英文擔任總統期間也曾經多次過境美國 最近一次是2019年 當時他去了紐約和丹佛 期間還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 專家分析說 麥卡錫訪問台灣 變成蔡英文和麥卡錫在美國會面 表面是麥卡錫讓步 實質也是台灣在外交上獲得重大突破 更能夠引起世界關注 同情台灣 這是高明的做法 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李登科3月9日向本臺表示 台灣總統到哪一個國家訪問或什麼時候出去 不會受到中共影響 這是很重要 李登科表示 今次麥卡錫準備4月 和蔡英文總統在美國南加州見面 好像是對中共作出讓步 但是如果仔細分析的話 其實就不是 因為蔡總統到美國公開和眾議院議長見面 同時還在附近的列根圖書館發表演講 這代表是很好的禮遇 李登科認為 表面上是盡量不刺激中共 避免在台灣海峽地區又造成軍事緊張 但是實質上是台灣透過這樣的安排 加強與美國的實質關係 對台灣與美國來說是雙贏局面 難怪中共也抗議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 中南中國網刊發行人 兼主編陳恢德向本臺表示 蔡英文比較注重平衡 既要保持中華民國獨立 也不願意令台灣人擔心中共 做出非理性的動作 他到美國訪問 同樣能引起全世界關注台灣命運 並且給予支持 陳恢德指出 政治家顯然有部分考慮 美國台灣與中共的博弈 是挺好的一件事 3月6日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說 蔡英文已經說服美國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在加州會面 而不是在台北 謀求避免來自北京撤撤逼人的反應 路透社指出 令台美雙方都心感不安的是 台灣2024年1月 將會舉行總統大選 但時約會麥卡錫訪台 將會嚴重加劇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 香港傳媒《南華早報》3月7日報導 列根總統基金會企研究所證實 該機構已經邀請蔡英文 訪問美國期間在列根圖書館發表演講 為什麼選擇在列根圖書館? 陳恢德表示 列根是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他也代表了冷戰 冷戰期間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 和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 進行了長達半世紀的政治和區域軍事對抗 一般來說 冷戰在1947年的獨魯門主義所提出開始 在1991年蘇聯解體結束 陳恢德指出蘇聯失敗和列根有莫大關係 列根總統也成為挑戰共產主義制度的象徵性符號 他們選擇在列根圖書館做演講是挺好的事 此外作出保護台灣安全六項保證的總統就是列根 2020年美國在台協會 解密了有關對於台灣軍售的電報 披露時任美國總統列根針對台灣安全 向時任台灣總統蔣經國作出的六項保證 六項保證的電報內容包括 美國未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日期 未同意就對台軍售議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徵詢意見 不會在台北和北京之間擔任滑船角色 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 未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 不會對台灣施壓 要求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3月8日聲稱 中方嚴重關切蔡英文過境美國的計劃 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要求澄清 堅決反對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不要低估中方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 李登科表示 中共一直宣稱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事實上台灣從來沒有被中共統治過 這是很大的諷刺 如果根據中共的說法 割讓給俄羅斯的海參威 烏蘇里江、黑龍江以北 超過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為什麼不收回呢? 是不是很奇怪? 時事評論員王赫早前向本臺表示 麥卡錫在美國會見蔡英文會對中共造成重大刺激 王赫認為 蔡英文和美國國會議長麥卡錫在美國會面 是美台外交的重大突破 還爭取到國際社會同情 無論對台灣外交 還是對蔡英文來說 這是比較高明的做法 中共也很明白這一點 不會就這樣罷休 近日兩岸的話題一直是焦點 3月7日在蔡英文訪美消息前 中共新上任外交部長秦剛 在同媒體會面的時候宣稱 猜渡記者肯定會問到台灣 因此專程帶同一本中共的憲法 並引用當中的罪言兩句說話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中共憲法在1982年的12月實施 中華民國在1991年10月10日成立 中共能夠以它實施了41年的憲法為依據 證明112歲的中華民國台灣的歸屬呢? 李登科認為 這真是一個笑話 中共的憲法根本管不了台灣 同樣你說中共會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呢? 如果中共的領導人真是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他們就不應該建立他們的政權 他們是分裂出去的 李登科表示 當時中華民國憲法治理的人口就是台澎金馬2300萬人 中共的憲法就是治理中國大陸的人 而且中共憲法根本沒有任何民意基礎 只是經由中共部分高層編定 然後草草通過 完全沒有經過民意的檢驗 完全沒有合法性 還想管到台灣 這是很大的諷刺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至本台記者 夏松、洛瓦的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在《紳士國聽新聞》 instant余談》 為了小米 encuentra 在《紳士國聽新聞》 大家都把想法都有